10.3 菜單一救手 Hi 大家好 我是Kevin 這次的菜單一救手 我想要分享的是 備餐系列 EP12 那這次的備餐呢 比較特別是我想要做的是 一次做六個素食的便當 也不是很單純就是全部都做青菜 而是說我們想要做一個很好吃的蘑菇風味飯 再搭配幾樣很好吃的 青菜、雞蛋、豆腐 來做蛋白質 很方便的一個備餐 而且是素食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 好 那我們這次六個便當呢 大概是三杯米的量 我會建議如果做風味飯 還是用單純的白米會比較好 如果說你用糙米的話 糙米又要煮久才會熟嘛 那你的食材又會變得容易過熟 就不好吃了 剛剛的洋蔥 然後這個蘑菇 剛剛切好的 在剛放下去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 蘑菇好多喔 然後飯那麼少 會不會就是比意怪怪的 但是呢 過程中剛好相反 就是吹的過程米飯會膨脹 然後呢這個菇反而會越足越小 所以呢你不用擔心 一開始好像覺得比例不對稱 最後這個呢毛豆 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讓這個風味飯更豐富一點 標準值就是三杯米三杯水 因為等一下像這個蘑菇跟洋蔥都會出水 其實你水可以稍微再少一點點 沒有關係 好 我們先撒點洋巴 讓這個蘑菇 就有鹽分 其他的調味 例如像胡椒奶油呢 我們要等起鍋的時候再下 現在先來吹飯 就可以了 那這次呢 因為風味飯的食材已經很豐富了 所以我打算呢 就是清炒兩樣蔬菜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 角白筍 豆腐呢不要切太細喔 等一下我們要用煎的 最後呢我們會來炒一個芝麻蛋 這次準備六顆雞蛋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準備一鍋到底 來清炒我們所有的配菜跟蛋還有豆腐 然後另外已經好 加一點水喔 蓋鍋讓它燜就好了 這個是可以重複使用的紙巾喔 不要再說我浪費了 不用,加一點水,讓它燜一下就好了 煎豆腐 煎豆腐啊,你一定火要保持小一點 油鍋要熱,火要小,有點黏在鍋上的時候 就代表還沒有熟還不能翻 可以滑動的時候呢,其實就是可以翻面 煎豆腐呢,其實有一個訣竅 其實就是要有耐心啦 慢慢的等它一面煎熟,穩穩的翻面 你覺得煎得差不多之後就可以直接調味了 用鹽巴跟胡椒 好,這樣子呢,金黃色就可以起鍋了 好,我們最後一個炒蛋 下鍋之後呢,其實你就是慢慢的這樣子滑動 攪拌它 等一下我們就有一個很漂亮的炒蛋可以吃 我們等炒蛋有點半凝固的感覺 來調味是最剛好的 過程呢,一定要維持小火 最後呢,我們再用這個白芝麻來做調味就OK了 蘑菇風味飯呢,超香的 那現在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奶油拌入 再來呢,就是加一些黑胡椒 趕快趁熱呢,把奶油拌一拌 才可以充分融化在裡面 哇塞,這個香氣超誇張 奶油拌進去之後又更香 這樣呢,我們所有的食材就做好了 這個是我最期待的 奶油蘑菇風味飯 其他呢,我清炒的兩樣青菜 四雞豆跟角白筍 另外兩個蛋白質呢,是用這個芝麻蛋 還有煎豆腐 這次的備餐呢,是蛋奶素的 那接下來呢,分裝 便當完成 哇好,我們這樣子呢 六個很棒的素食便當呢,就完成了 那兩個主菜呢,不一樣 一個主菜是煎豆腐 那另外一個主菜呢,是這個芝麻蛋 那我覺得呢,這次備餐的亮點 當然就是我們的奶油蘑菇風味飯 他在剛出電鍋拿起來那一瞬間 我真的覺得,哇超級香的 我剛才有試吃了一下,覺得說 這個飯就是很香,但是你不會覺得很膩 然後味道很重 所以你可以再搭配一些青菜 吃起來,整體是非常清爽的 那這次的製作呢,還有另一個特色 就是它是蛋奶素的 所以呢,之前一直有很多素食的朋友 來問我說,就是可不可以做一些素食的 那這次呢,這個蛋奶素的便當呢 就可以提供你做參考 好,最後呢,再跟大家做個小提醒 這樣子的便當盒呢 放在冷藏呢,建議是三天左右把它吃完 會是最新鮮的 那如果說你把便當呢,做一個冷凍的動作 估計是可以保存一個月 那如果想要重新加熱之前呢 建議呢,是前一天的時候呢 就放到冷藏做冷藏退冰的動作 好,那這次素食便當的相關養肢訊 還有準備的食材中標呢 我會補充在影片的文字區域 那希望我這次的備餐呢,也不要按讚分享 如果呢,還沒有訂閱我們菜單研究所呢 歡迎呢,去幫我們訂閱一下喔 那我這次的分享呢,就到這邊喔 我們下次見啦,掰掰